断梦河不像在开玩笑 他 我在北京见到傅同文 聊过肿瘤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他才把他父亲托给我 断梦河说 但我看过他父亲的病例 很复杂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 接手这个病人 这样我会更有把握 沈西去拿茶杯 低头喝茶 这两年傅同文 并没有在他的世界消失 《大公报》和《新青年》 还有别的小报上 实有傅同文的消息 不管大小报纸 对傅同文的评价都很糟糕 说他公开支持北洋政府 是背叛革命的叛徒 是北洋派的走狗 也有说他是黑心企业家 军阀背后的吸血鬼 就是这样的抨击言论 让傅同文在他的世界里 一直存在着 沈西无时无刻 不再为他担心着 这样的路 傅同文走得太艰辛了 还以为很难再有交集 没想到 他的父亲被送到了这里 不过既然报上都说傅同文 支持段祺瑞 那他和段孟和能见到 也不奇怪 沈西将茶杯在手心里 轻轻转了半圈 为什么不去人际 或者北京也有很好的医院啊 在国内 还有谁在这个领域高于你我啊 这倒也是 越是有名 名流病患来的就越多 滚雪球一样 就这样名声在外了 其实想想 一开始也是巧合 接诊了个有名的病患 治愈后 报社来安排采访 顺势宣传了这个新成立的西医院 也宣传了他们两个 走吧 去看看再说 沈西搁了茶杯 说着轻松 人到了病房外 还是心神不宁起来 沈西定了定心神 你在傅家和这位老人家 是不是有嫌隙啊 端孟和问 沈西想了想 摇头 他记忆里的那位老人家十分严厉 只见过两回 一回是在书房里 试着复辟时代的官服 一回是在关系的楼上 此刻回想 面容都是模糊的 段孟和推开病房的门 两人一掀一后 举步入内 这间病房是单间 是医院里最上等的房间 傅家老夫人 也是同文的亲生母亲 在沙发上坐着 身着旧食裙挂 因是长途而来 舟车劳顿 老人家坚持不住地合了眼 在打盹 众是如此 也身子端着 连耳边碧玉的坠子 都纹丝不动 沈熙比段孟和落后半步 没见病床上的人 先听到傅老爷的声音 虚弱地说 段公子来了 自袁世凯倒台 傅家大不如从前 要不是靠着傅同文的颜面 他这样的前朝遗老 绝攀附不上正当权的段家人 事已 见到段孟和 哪怕人再不舒坦 也殷勤地招手 让丫鬟把自己扶正了 傅老夫人也慌忙着睁眼 对段孟和笑着说 段公子 他瞧见个女医生 本就惊讶 在看清沈熙的脸后 更是正在那里 沈熙对他汗手 傅老夫人 段孟和把沈熙推到身前 对傅老爷说 这是我们医院在肿瘤方面最好的医生 沈医生 此时 沈熙看清了面前的傅老爷 哪里还有昔日不怒自威的气势 浑身浮肿 银发满头 裹在病号服里的身体 也肿胀着 眼睛勉力睁开 要和沈熙招呼寒暄 嘴唇僵僵僵开时 他认出了沈熙 沈熙以为 老人家只是吃惊于在上海见到自己 或是震惊于自己的职业 不料傅老爷嘴唇颤抖着 剧烈咳嗽起来 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段孟和快步上前扶住他 傅老爷激动地把他的手拉开 指着沈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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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出去 你 管出去 沈熙郑重 你 你 他咳嗽着 你 你是要和他一样 要我的钱来了 段公子 段公子 不要让他进来 我不想 要他给我砍病 屋内的两个护士 也都困惑着 不解这个老头和沈熙的关系 沈熙进退为难 段孟和却好似猜到这样的结果 安抚着说 你先冷静下来 我 你让他离开 段公子 段公子 我不是质疑你们医院 但这个女人 我不想看到他 我不会让他为我治病 他只会是我的催命符 段公子 我相信你 我只相信你 傅同文的父亲 止不住地咳着 无助又无措地握着段孟和的手 段孟和回看沈熙 他方才惊醒 若不是因为这个病人特殊 他早该离开 不能引起病人的情绪激动 这是他这个医生该有的素养 沈熙退到病房门外 隔着木门上的玻璃窗 看到段孟和安抚着父老爷后 背靠着医院的墙壁 百思不得其解 当初他离开 没有任何冲突发生 他在傅家 就是个无人在意的女孩子 为什么今日会这样 门被打开 段孟和迈出 跟我来 沈熙看他的目光 猜想他会要解释这件事 于是跟上他 两人从病房那层楼 回到他的办公室 段孟和换来一位住院医生 交代了要给傅同文父亲 做的检查项目后 他锁上门 回身看沈熙 刚刚我有两句话 没交代清楚 本以为你去看一下 不要紧 看来还是我疏忽了 沈熙疑惑地看他 傅同文送他父亲来时 要求过 不需要你来插手这件事 傅同文特地要求 沈熙更是困惑 我不懂你们两个到底交涉了什么 明明我们是最好的搭档 他应该知道啊 或者说他不清楚 你也应该从专业角度告诉他 并没有什么 段孟和欲言又止 也许他考虑到 昔日你在傅家 我在傅家什么事都没有 只和他父亲见过两回 沈熙两年来 从未主动提起在傅家的一切 未有争执 未有纠葛 甚至当初我离开 也和他父亲毫无干系的 当初 就算是沈熙留下 聚多是嫁给傅同文 做妾室 傅家光是妾室这样身份的女人 有几十个 她又不会特殊 沈熙迟疑不定 傅同文是怕和自己再有瓜葛 才不愿自己插手这件事 难道顾又威会计较 可这事关她的父亲 哪怕他们父子隔膜再深 也是血脉难绝呀 沈熙忽然问 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你要去找她 我今天不想讨论私事 沈熙尽量让自己平静 我想问一问这位患者家属 拒绝医生诊病的理由是什么 段孟和点头 抄写了一张地址 递给他 这是他在上海的公寓地址 地址后写了三位数的电话号码 这是他留的联系电话 傅同文安排了明天见他的父亲 还会带律师 我想今晚他会到上海了 沈熙接过那张纸 对折了 握在手里 沈熙 你有没有想过 傅同文不是过去的他了 段孟和话里有话 沈熙抬头 你是关注时事的人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段孟和说 沈熙迟疑了一会儿 你是想说 他不是一个好人 段孟和苦笑 他并不想和沈熙 因为傅同文的转变 而有争执 因为沈熙明确地说到过 傅同文在他心里的位置 可傅同文这两年 名声在外 每一桩事 他都有耳闻 网更早地说 傅家三公子名声 也从未好过 当年在邮轮上 段孟和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 就是不愿和他结交 若非沈熙 他不会提点这些 段孟和是个无心正直的人 也不齿于在背后一人是非 办公室内 忽然陷入让人不安的寂静里 沈熙很想辩驳 却无法为他开脱一句 就连沈熙自己 也仅凭着虚无缥缈的信任二字 把那些有关他不好的传闻 都过滤了 让沈熙真去解释 他一无证据 二无立场 三 傅同文不会想任何人 为他辩解什么 沈熙收妥地址和电话号码 又拿走了傅同文父亲的病例 告辞而去 公管地址在公共租界里 而沈熙住的地方和医院 都在法租界 走过去远 叫黄包车 他又觉得奢侈 早晨已经叫过一次了 这样想 还是走路好 走到半截上 沈熙又改了主意 长途而来 他父母都在上海的医院就诊 那么太太也应该是要陪着来的 于是 沈熙折回去 到边界上 掏出租界工作的证件 又回到了法租界 到宽敞的路上等了一会儿 车身通红的电车缓缓驶来 沈熙上了车 车下人声嗡嗡 车上没人 半途中 有三个人跳上车 坐在了前车厢 沈熙就这样 在车窗外的风和日光里 走神地想 傅同文这两年 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有孩子了吗 这两年 沈熙从不想傅同文 怕一想起来 就是江水涨潮 摧毁辛苦搭好的堤坝 已直到现在 沈熙自己 都还没做好见面的准备 还是电话沟通好 沈熙诸租的房子 在霞飞路上 在顾家宅公园附近 也离当年 他的小公寓很近 两年前 卖掉船票后 他就是提着皮箱子 到顾家宅公园 坐了一下午 决定要留在 刚刚恢复民国 前路仍在迷雾中的祖国 没几日 租到了这间公寓 到了家 一楼的房东太太 恰好想要借 她房里的电话用 他们这里 原本没有资格装电话机 就算装了 也用不起 每月五十大洋 赶上寻常人家 整年收入了 只是因为沈熙 是户上名流追捧的 女医生 有人特地为了 约她诊病的时间 破例将电话线 排到这里 医院又负担了 这笔月租的钱 这才有了 这弄堂里的 第一个电话机 沈熙是个好说话的 平日电话也常外接 今日自己要用了 房东太太 却守着电话机不放 等沈熙洗完澡 换了睡衣回到房间 房东太太 终于把听筒挂上去 露着自己手腕上 碧绿的镯子 上下摆弄着 谢谢你啊 沈小姐啊 我给你拿马饼和松子糕啊 味道很好的 沈熙道谢着 把人送走 门锁上 人坐到了电话前 傅同文父亲的病例 在手臂前摊开着 他刚趁着房东太太 接用电话时 做了万全的准备 一会儿要说什么 强调什么 最后 微微呼出一小口气 沈熙提起听筒 放在耳边 下午好 下午好 请问要哪里 听筒那头 接线小姐在柔声问 334 好 请你稍等 接线小姐为他连线 等待着 没有人来接听 沈熙脸 凑着 对着话筒 提着心 334 没有人接听 是接线小姐 不在吗 公馆里没有丫鬟和小丝吗 沈熙鬼使神差地说 麻烦再帮我接一次 好的 对方说 这次电话被人接听了 听筒里有着嘈杂的响动 像有人在搬东西 你好 略有低沉的声音 从电话线路的那一端传来 沈熙毫无觉察 手已经转着成全 压在那份病历上 你好 福通文再次问候 明显听出 他已经失去了几分耐心 是我 沈熙 那端突然就沉默了 是不方便吗 沈熙忐忑起来 难道是孤优微在身边 他寻思着 自己这个电话应该没什么不妥 他刚刚 也没说什么不好的话 谭庆相的话 驳回了他的猜想 他在问 富通文是谁 怎么不说话 富通文没有回答谭庆相 两人隔着电话线路 像面对着面 辨不清面容 却能感知彼此的呼吸 谭庆相不再问了 他那样一个好奇心重的人 又时刻关心着富通文 为何会不问 也许是被他关到了门外去 或是用一个眼神制止了 沈熙忆握住听筒 听到富通文咳嗽了声 心也跟着微颤了颤 富通文声低下来 问他 你在哪里 简单四个字 倒好似 掏万水千山找他 找寻不到 沈熙忽然猴头哽住 刚刚来的电话 也是你吗 富通文又问 嗯 我有事想和你谈 沈熙秉着气息 好 我刚刚到上海这里 前一刻才进了家门 本来是安排了今天下午 到你的医院 去看一看你 可车在路上被事情耽搁了 你现在是在哪里啊 医院还是在家里 富通文解释着 又笑着道歉 抱歉 那你一个女孩子 先来找我 哪里还是女孩子 又不是十几岁的人了 可富通文对他讲话的 语气和态度 仍像是他的三哥 沈熙忽然哽咽起来 眼泪一滴滴地落在病历上 仓促用手抹去纸上的泪水 泪又滴在手背上 只好将病历合起来 推到一旁去 手压在眼睛上 富通文毫无征兆地停下来 我们见一面好不好 窗口有风灌进来 吹在话筒上 沈熙微微调整着呼吸 低声道 今天吗 我听说 你明天就要到医院去了 我们今天在电话里说就好 你刚到上海 要先好好休息 况且 他还没做好见面的准备 富通文安静着 两久才到 不要这样哭 我现在就去见你 你不是太好了吗 我不是太好了 我现在就去见你 这对手 这么多深度 我现在就以来 寻找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